票选最令人讨厌的20位女星 迪丽热巴上榜 榜一时至名归 根据明星这段时间的作品以及它们的曝光率 观众们也会对它进行打分或者是排名 如果最近的作品收视率比较高 而且是人设也非常的好 那么就会快速地在明星指数排行当中名列前茅 有好的排名就会有坏的排名 最近豆瓣的网友就搞了个女明星反感度的投票 截止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56万人参与进行了投票 而票选出来的让人讨厌的20位女明星 还真的是让大家感觉到非常意外 或许很多粉丝都没有想到 在自己心目当中非常好非常优秀的明星 在别人的心里竟然可以糟糕到这个地步 比如说迪丽热巴在这次的排名当中位列第六 我们都知道迪丽热巴她的性格是非常好的 比较接地气而且也比较慢热 后来参加了枕上书的拍摄 把小狐狸的样子拿捏得也非常精准 如今竟然会出现最令大家反感的 名列当中还是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呢 同样排行度比较高的还有杨颖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应该就是因为她的演技并不是很好 导致毁经典的情况出现吧 就连锦里女生杨超越都没有逃过这次的投票 她的票数相对也比较高 在众人当中是排第五 或许是由于她的专业功底不够 然后她的人气又太高的缘故吧 毕竟得不配位 毕竟是明星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欢 就连关小童 陈乔安宋茜这种不同性格的人 都有比较高的票数 可见在娱乐圈当中还真的是重口难调 在这样的排行榜中 如果是榜首的话 应该也会让人感觉到很愤怒吧 其实这个人可以说是在情理之中 也算得上是实至名归 这个人就是李小璐 关于她的光辉事迹就不用多说了 和贾乃亮两个人的爱情 明明是童话般的故事 结果又是一把好牌打到烂 你心目当中最让人讨厌的明星都有谁呢 感谢观看